你心無雜念, 心神合一 李麗先生, 你的象徵功縱壓力是否太大 玩這個紫尖陀螺也可以玩得這麼錯一神入化 你知道我最近忙於唱歌, 又要忙於搜集情報 有時真的挺心煩氣躁 不過看著這些陀螺, 從手指轉轉轉轉, 都挺治癒的 我反而讓你轉到頭暈 其實你要減壓的話, 可以聽一些天外凡音 都可以舒緩情緒的, 你聽一下 嘶, 在那邊, 跟著我 你所說的天外凡音, 難道就是我的美妙歌聲? 你人靚聲甜, 就是人都知道 不過這次專程來到灣仔 就是要找一種聲音治療的方法 透過不同的樂器工具, 讓身心回復平衡狀態 嘩, 聽起來有點圓 不過這些聲音, 就好像大自然的交響樂章 聽一聽, 整個人都平和了 對呀 我們這裡是提供聲音治療的 聲音治療的起源, 其實追溯到印度的阿欲佛陀醫學 和西藏醫學, 其實是一些古老的醫學智慧 去到今時今日, 我們會利用這個古老的醫學智慧 配合現代的一些手法和認知 去幫助我們城市人改善我們一些所謂的都市病 Jennifer, 剛才我們聽到的音樂 聽完之後, 感覺上很舒服 舒緩一些緊張的情緒 其實我想知道, 我們眼見這些樂器 和我們平時看到的西洋樂器 其實有甚麼不同 和怎樣可以做到一個治療的效果 主要的不同就是它的目的和功能 一般的西洋樂器 可能用來作曲、做一些音樂 讓我們去聽、去享受 你看到這些樂器 主要是幫我們身心放鬆 一般來說, 都是緊張 睡得不好 可能在工作的時間 都不能夠提起精神 沒甚麼力氣 主要用重撥 加上一個特定的按摩手法 令整個身體能夠放鬆 Jennifer, 是 可否說一下這個同學 正確的方法是怎樣敲的呢 嗯, 其實都可以在前面敲 不過如果我用來做一個放鬆治療的話 我就會敲後面了 不如我示範一下 好呀, 有請 請 我感覺到你整個人好像精神了很多 很鬆鬆 對, Jennifer 其實這個銅鑼這麼大 是來自哪裡 還有會否敲不同的部位 有不同的效果 這個銅鑼是來自武漢的 其實每個部位的聲音有少許分別 但要不然我們用來做背部按摩 基本上是沒甚麼所謂的 哦, 但剛才這個 就像我一個可以做到這個聲音治療 有沒有一些可以雙人一起去治療一下 有的, 不如我們就示範一下給你們 好呀 這些大小不一的縱撥 其實是來自於喜馬拉雅 由貴金屬 好像金、銀、銅、鐵、石等造成 而且敲打的時候 會發出兩個或以上的聲頻 據說有助改善身體問題 嗯, 兩位導師我們準備好了 對, 我們躺在這裡 是否打算跟我們做按摩 好, 是呀 不過我們用重撥 將按摩和聲音結合 效果可以稍後感受一下 好, 可以閉上眼睛讓自己放鬆休息 我感覺到腸好像跟著聲音走 我的肚子很震動 其實透過這個振動 你會感覺到你的身體 每一個部分, 尤其是水分 好像跟著這個振動 這個縱撥一起去動動 所以從肚子裡可以擴散出來 對 你感覺到按摩不只是表面那一層 對 好像那個振動可以進入身體裡 對 並且會傳開它 嗯 其實當你聽到這個丁下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作為一個聲音按摩的完結 就會帶著一個很精神的力量 回到你日常的生活 剛才整個過程 除了覺得很舒服 很放鬆之外 我最意想不到的就是 尤其是它在敲銅撥的時候 集中在肚皮上 那個感覺是很深層次 你會感覺到那個聲音之外 你會感覺到那個震動 我覺得很神奇 對 而且相比我們平時去按摩 可能它的焦點是一個位置 但剛才它在我們的肚子裡 去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那些的聲頻 它是完全由肚子裡 開始擴散到四肢的肚子裡 對 想由內至外都全面放鬆 這裡還有一個癌鹽能量動 喜馬拉雅癌鹽 通常就會用來做食用鹽 而據說當中 也會釋放乎離子 大力深呼吸 立刻整個人都充滿能量 當堂醒神了 剛剛做完這個聲音治療之後 真的感覺很放鬆 有一種身心放鬆的感覺 安撫完的心 是時候輪到身體了 你知道現在很多女士 都會為到自己的身形而煩惱 那就問對方了 這個夏天大家都想展示完美的肚子 在飲食方面也要注意一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